厨师炒菜时,灶旁一直开着水龙头 为何宁愿浪费水也不关水龙头 节假日休息之余,大家都爱去外面下个馆子搓一顿 现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餐饮店 使得厨师也成为了一个很抢手的职业 厨师的工资并不低 老板对厨师的要求自然比较严格一些 在面试厨师的时候,老板会有一个小妙招 来辨别厨师是否有实力 那就是看他灶台旁的水龙头关不关 一般不关水龙头就是有经验的师傅 这是为什么呢,不关水龙头不会造成水浪费吗 为何老板还会赞赏呢 这小小的水龙头其实隐藏着厨厨的巨大秘密 不关不仅不会造成损失 还能避免更大的损失出现 如果是心疼水流师一直开开关关水龙头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菜炒壶 严重的话甚至会出现整个厨房都会报废的风险 一般大型饭店的厨房灶台旁边都会配有一个水龙头 还有一个小水池 只要煮食开始炒菜了 这个水龙头都会一直开着 无论多大的酒店或者饭店 为了节省一点成本都会想办法搜紧厨房的面积 厨房在一只高温烹煮的情况下 使得厨房的温度较高和闷热 厨房炉灶的温度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 加上空气阻源可以达到1600摄氏度 潮菜时间越长温度还会持续加高 一些厨厨的排烟系统没有那么好 也会导致厨房的温度增高 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平时蒸东西一样 在一个比较密密的空间中持续高温 人都可能在里面被蒸晕 但有流动的冷水在一旁 效果就会大为不同 就像是在蒸笼中一直加入热水一样 流动的冷水起到了冷却炉灶和降低室温的作用 炉灶都是不锈钢材质的 一直持续高温 会对炉灶造成一定的破坏 使用时间大大缩减 水龙头的盛水处是相连在一起的 持续流水能够很快地降低炉灶的温度 水流开越大 温度就会降得越快 这个水龙头对厨师的菜品同样有帮助 是不少菜市好吃的秘诀 厨房炉灶旁一个不断出水的水龙头 竟是很多菜品好吃的小秘诀 出水处一般都会有一个小盆子盛着水 盆里的水在炉灶的高温下 依然成为了一盆热水 在煮汤时只需要在盆里舀入热水 就可以减少烧水的时间 且还能锁住一些食材的鲜味 在炒青菜的时候用热水飞水 可以缩短出菜的时间 30秒就可以炒好一个青菜 且青菜会更加绿 而炒菜时需要冷水时 只需要接水龙头 心流出来的就可以了 若是没有这个小小的水龙头 厨师就需要多一个步骤 花费更多的时间 抽菜品的时间增多 损失的成本也越多 通过观察出水处 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 炉灶的变化 若是出水一直流出热水时 说明炉灶的温度一直降不下来 此时出事就需要换一个炉灶炒菜 继续炒下去 炉灶可能会出现问题 最后损坏还需要花大价钱去修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所以说不要觉得 一直开着水龙头水会浪费 还会造成额外的水费 即使这里面的用处很大 相当于用最小的损失 换来更多的利益 你们认为这个水龙头 还有别的用处吗 谢谢观看